各位漫威朋友好 又是我Candy的雷文 來和大家吃一下馬場花生 看看有沒有騎煉搏咪 可以了解一下賽事情況 各位未聽馬場花生之前 就可以給手指公按讚 另外 若然有廣告的 真心支持雷文頻道 可以健康運作 那些廣告 可以了解一下產品 按進去看看 讓他播放一會 也是一個曲線支持雷文的方法 但如果可以實質行動支持雷文 當是買份報紙的價錢 也好 去實質行動之前 我的深水片右手邊也有方法 另外雷文 事前Live更加有一個 打賞功能 有時候大家可以交流一下馬 大家可以贏了馬 如果想打賞一下雷文 喝杯咖啡也是可以的 好多謝那些朋友 有做以上動作 當然多謝 老朋友一直支持 更加多謝 不說那麼多了 說馬場花生 誰知煙先 有一場騎連搏咪 相信雷文一早 已經出了這條深水片 之前雷文很頭痛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 現在騎連搏咪 終於有一個答案 至於信不信得過 大家要去分析分析過濾 第五場 這隻中華威威 大家都記得 雷文經常追這隻中華威威 又沙田 又菊草 在偉達手上 左搏右搏 整天只有一個近字 今季這隻馬 真的比較失望 在偉達馬房出了三次 每次都輸兩三個馬位回來 最後跑菊草 更加輸到六個馬位 一個玩手 中華是跟田泰安 我認為這隻馬 是跟田泰安 轉去徐宇石 就是這樣說 最後田泰安 繼續幫這隻 一轉艙 繼續幫他轉去徐宇石 馬房的中華威威 當日撿了七檔 背過115磅 一直不斷放 跟三班下來的高有之星 陳家希開齋果場 雷文也有提供 中華威威都有 不過被白盡殺了進來 那些死蟲彩就斷了 這隻中華威威 當日撿了七檔 放了一個很快的時間 115磅 今天是120磅 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這隻馬 一向是 喜偉達也好 在徐宇石也好 都是由田泰安打理的 差不多 我相信馬主是很有心 就是田泰安打理這隻馬 但是今天這隻馬 竟然配了我們的潘頓 潘頓也是背負磅120磅 左近 今天這隻中華威威 也是背負磅120磅 前一仗鏟了進來 但是上一仗是國際騎士錦標賽的 算數吧 不知道是什麼人騎 究竟為什麼 就是中華威威換了潘頓 不用他打你的田泰安呢 不如聽聽徐宇石怎樣打咪 上次這隻中華威威 加了眼罩第一劑在徐宇石馬房 就差點贏馬 即是給那隻有班底的高有之聲 又回氣再上 就贏了 這次潘頓哥哥騎 看看他怎樣 我們徐宇石就是這樣說 其實那些中華蜜中華蜜 都是徐宇石的 對中華威威是一個好評的 徐宇石也經常去淘寶買東西 好評 他說 中華威威在上一手馬房 在偉達那裡已經做得不錯了 他說 來我馬房的時候 已經有一定的水準 所以 可以開上戰陣出來博殺 他說這隻馬 雖然以前 他還沒在泥地跑過 但是徐宇石說 我只看他在神貨 在泥地的走勢 就已經覺得 適合在泥地出擊 所以就安排他在泥地上陣 他說差不多 幾乎可以試出一條彩虹出來 他說表現 令徐宇石很滿意 那麼 答案就來了 中華威威暫時 以泥地 較巧發揮這樣說 上次他跑這麼多場裡 是最有威脅的一場 除了有一場 是涉恩騎的老實人 田泰安騎 就是中華威威在後面 衝上來 夾到那隻老實人 劏了那隻老實人 那場也有點威脅 但是以威脅性 就是上一場 放頭跑 最大威脅 泥地 他說由於田泰安 已經一早預訂了起跑出賽 所以就找潘頓來騎 田泰安一早預訂了 不知道是不是牙齒 當金洗的問題 不夠錢洗 拿一副牙齒出來 所以田泰安騎起跑 但是徐宇石 這隻中華威威 都找到潘頓來騎 他說相信這隻馬 可以帶來一個好成績 這樣說 雷文經常說 要跑馬 要跑對手 要跑形勢 是不是這樣說 首先當然要拆解一下 這隻起跑 上次那些什麼 國際什麼什麼騎士 什麼什麼錦標 什麼什麼賽 剛剛那天 就是潘頓騎 輸了四個馬位回來 但是撿了十二檔 菊草一千 十二檔 輸四個馬位 其實都是不可以看小 剛好又有這麼巧 中華威威 上次田泰安騎 騎回蔡若翰起跑 蔡若翰上次撿到的起跑 即是 那些什麼 國際什麼什麼騎士什麼什麼賽 那些 撿到潘頓騎 但是潘頓騎回這隻中華威威 真的好像有這麼巧 十幾分之一的機會 就撞了下去 其實起跑 其實起跑 前一章 第一次跑 這個 第一次跑 泥地千二米 以一個時間 不是很快 一分十秒幾 就跑了第三回 但是當日 也是撿十幾十二檔 就換過蔡明曉 那田泰安選擇 都好像有些 就是有些 有些可取之處 但是如果你說 排面上 好像中華威威 威脅性 就在賽職上 硬正一些 那 講到 整場馬裡面 上次被人夾了的 翡翠鳳凰 和這隻未交代的馬 也是對手之一 曾經跑過 好好成績 田泰安關系 多多保企 這次 換到蘇哥哥 蘇敏倫 這隻多多保企 其實是 一隻 泥地有能力的馬 失望了兩次 這次又不是田泰安 史卓鋒又停賽了 看看他怎樣 另外有隻 泥地很準的超然 田泰安騎親都不行 換上將 換陳家熙 一介紹 懶滿有產 還有一隻 神經都的八進 換到 毛顯東哥哥 上次是追 中華威威 也是在毛顯東原裝配搭之下 這場馬 還有一隻 這隻熊龍 雷文經常都介紹 今季已經幫大家選了兩分兩Q 看看這一場 泥地馬 這隻中華威威 在一眾好手之下 雖然田泰安沒有騎他 但是 換個潘頓下去 會不會有好發揮 其實連搏咪方面 剛剛這麼巧 搏中我上場 就介紹了那隻 極懶的淺草飛 明天跑第七場 三班 千二米泥地的淺草飛 這隻淺草飛 雷文 上季曾經跟大家說過 他有一場 慢步速放得不錯 以一個二百多倍 放過第四 自從那場之後 沒有上過四列 即是未入過四甲 直至上一場 這隻馬 就留著來跑 轉到一個泥地 就爆了一個五十多倍的冷門 進來第二 當日贏馬那隻 就是駱飛 以及連場 薄殺 連場都有介紹的聖神 就是贏到掉了回來的 那隻淺草飛 當日 就是在一個 中疊位置 我都說他如果擺頭走 就不夠跑了 因為他在泥地市集有一貨 就是衝上來衝得很厲害 那天 丁冠濤用到楊明倫 即是藍莊家好那種跑法 留著一下 就折上來 但是同場有幾隻對手 好像藍區友 超霸神區那些 是沿途走外跌的 就是蝕了無數馬位 那這隻淺草飛 就沒有他們那兩隻蝕得那麼厲害 就衝上來 就跑過第二 但是淺草飛 當日所做的時間是1分9秒6 那頭馬 醒神就1分8秒8 那淺草飛其實被人扔掉了 就跑過第二 輸成五個馬位 但是都力壓到 那天撿過十二檔的言真如假 那不如聽聽 丁冠濤怎樣評價一下 這隻淺草飛 那明天 七場三班 七場三班 泥地千義的淺草飛 他說雖然 這隻淺草飛 就說 上場雖然可以跑到亞軍 但是初次有一個很好的走勢 令到丁冠濤也很滿意 相信有聽阿雷文頻道 阿雷文也很滿意 就靠你重甩上來 那條馬屁才能搞定 然後 也有很多馬迷朋友 也有夠僵僵這隻淺草飛 阿丁冠濤認為 他說這隻馬跑出來的時間 其實跟四班頭馬 還要慢 當日的四班泥地的頭馬 是比那些更慢 水準來說 這隻淺草飛的第二 其實是不算高的 贏了就是贏了 這隻淺草飛也很滿意 但是這隻馬是有問題 不是有問題 你也要 中了也好 怎樣也好 跑了進來 雖然進了三甲 但是 連馬屁那方面 都認為這個三甲進來 其實是比同日的四班頭馬 還要慢 即是不可以贏了 又贊他又怎樣 都要看他有沒有 即是有沒有一個 雙角的地方 但是丁冠濤也補飛這麼說 他說淺草飛 現在在淺草飛 找到一個新出路 也是一件好事 那麗文在事前 深水都說 我說他如果再擺頭跑 跟他前幾場的慢步速擺頭 一定是不夠跑的 對著那些快馬 但是這個淺草飛 當日定住來跑 就在泥地那裏 撕了上來 他說淺草飛 丁冠濤說 在外地表現其實是很穩定的 現在狀態也是好的 希望可以在合適的路程 繼續得到好成績 不過他說 當日淺草飛跑出來的時間 比同日四班還要慢 那麗文當日也有介紹了 同日四班的頭馬 泥地的成績 那天就是特區聯盟 特區聯盟今天就升班 四班的頭馬就是特區聯盟 跑第二是超然 第三就是影侄 第四也是今天有出的 翡翠鳳凰 那麽 那麽 丁冠濤就說 當日這隻淺草飛 1分9秒6 還是1分9秒8的時間 那麽 那麽特區聯盟呢 就是1分9秒2 贏馬 那麽今天是上三班的 那麽1分9秒3的超然 那麽1分9秒3 4的影侄 那麽今天在四班的 那麽翡翠鳳凰被人夾 1分9秒5的 那麽超然所跑出來的時間 其實呢 就比特區聯盟慢 就只可以拍住那麽 那麽翡翠鳳凰的時間 那麽看一下 那麽這一場 那麽第七場 三班千二米泥地 跑馬跑形勢的嘛 那麽再看一下 結合當日的對手 那麽其實 有隻超霸神驅 一早在泥地 就已經試襲試得很好 那麽曾經放過一場很快的時間 就跑過第四 那麽連續兩場撿了個大外檔 那麽今天呢 就撿了個五檔 找到阿周俊落 減載減帖 減帖 看看今天的泥地 來不來放 那麽至於同場呢 亦都有一些馬呢 是一些暗湧馬來的 那麽為什麽呢 那麽呢 因為呢 就是在泥地沒有跑過 甚至乎沒有賽職 不要說沒有跑過 而近將跑得好 而有原因輸了的馬 好像威威心得 暖在理心 那麽還有呢 就是 上季跑泥地很好 那麽雯也介紹大豬 Vin飛跑二十倍的真勇士呢 那麽今天呢 就是做過手術 休了幾個月之後的初出 這隻馬泥地真的挺準的 拿過兩個第一的了 那輸來輸去也都輸不遠 不過今天撿了十二檔 和健康休了幾個月做過手術出來呢 看看他跑得回多少 那麽這幾隻呢 就已經是一些不穩定的因素 那麽還有上季呢 曾經在泥地後追 蔡明少呢 那麽我就說 和那隻很有益 一起追上來很厲害的安順呢 那麽這幾場有時候 擺在前面 又守住中間來跑 那麽沒有試過留回後 那麽看一下方家柏 會不會把這隻馬 又調一調跑法 那麽好像淺草飛那樣 調一調跑法 整隻馬就不同了 那麽這麽就在試集發掘了這隻淺草飛 所以當日的對手 好像超霸神區 上場沒有跑過兜外疊的南區有呢 其實他也是跑第四 剛剛被淺草飛重過了 那麽很可惜又撿回十當 那麽另外還有威威心得 初過來 但是也有去試集再出的 暖在你心 那麽也是有試集再出的 特區聯盟 揹輕11磅 那麽上來挑戰三班 那麽看看那些對手又怎樣 那麽丁冠豪就說 淺草飛外地是有一個穩定的演出的 那麽看看這次 以改了上次的跑法之後 會不會再在跑法上再調整一下 或者真的再留著來跑 看看可不可以挑戰一下同場 這麽剛才說過的一堆泥地馬 甚至乎未跑過的 即是跑得近跡好 而未跑過泥地 或者泥地沒有表現的馬 那麽看看這一場七場 那麽我相信呢 一個步速可以影響整場馬的形勢 的